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四册的第77个重点句 这就是第18课104页的第二行到第四行 请看这句话 海洋摄影工作室的生物学家指出 无论海豚会有多么样的聪明 但是认为海豚有救人这样的动机 恐怕是一个错误 咱们先分析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 前面白颜色的依然是巨子主干 海洋摄影工作室的生物学家指出 后面从Net开始意识到巨末 明显是宾遇从巨 Zone Point Out的宾遇 在宾遇从巨里面先牵套了一个 由Hover引导的让步状怡从巨 就括号里面的协谛字 无论它们有多么的聪明 然后在宾遇从巨里面的主干里面 宾遇从巨的主语It明显是个形式主语 它的真正主语当然是巨末的动作不定式 画横线的部分 认为海豚有救人的动机 这个事可能是个错误 咱们先把语法结构把它看完 这句话中词法和巨法的细节特别多 咱们先看第一个词就是这个Studio 这个Studio这个词是个多义字 意思特别多 它可以表示画室 雕塑室 什么摄影棚等等等等 一般都是艺术家工作的地方 画画的地方 雕塑的地方 排电影的地方 如果用复数的话 甚至还可以表示电影公司 电影制片厂 因为电影公司有很多的摄影棚 咱们看一个例子 像美国著名的Universal Studios 叫环球电影制片厂 环球电影公司 也是用这么一个词 在本文中有上下文的语境 是表示海洋摄影工作室 这个意思 然后海洋摄影工作室的生物学家指出 咱们看一下这个指出 这是老朋友 咱们以前多次看过 这个词可以表示指出提醒某人注意 指出提醒某人注意 咱们看一些例子 咱们在星光天三册就曾经见过这个词 比如先看一下星光天三册第36课中的一个句子 France put a score on the idea pointing out that his brother had been killed in action during the war 弗朗兹的put a score on 表示对什么什么嗤之以鼻了 弗朗兹对此想法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提醒他注意 书中代言是提醒他老婆注意了 就他老婆说 这个人是不是你失踪部内的兄弟 这弗朗兹说 你瞎说 你忘了吗 我的兄弟 就是说他的兄弟 在战争期间一次战斗中已经牺牲了 提醒他的妻子注意 pointing out 在这是非非中字 那么还有呢 像我们星光天第三册的第40课 《呼唆真假难辨》中 也有一个类似的句子 他说 at this the police pointed out ironically that this would hardly be necessary as the man will already end arrest 对于这件事情 警方呢 这个讥讽的指出 就提醒他们注意 说这大可不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人已经被捕了 就你们俩还有报警吗 不用报警 我们就是警察 你们已经被捕了 这是提醒我们注意 pointing out 但是呢 有的同学曾经问过 李老师那本文中这个pointing out 后面直接加并语从句了 您不是以前说过 说这that引导的从句前面 不能加戒词吗 咱们确实以前讲过 在that引导的从句前 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就是它不用在戒词之后 无论是并语从句 还是定义从句 不用在戒词后 是that引导从句的 一个共同的特征 除非有几个特例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in that but that and accept that 这几个是特例 in that我们讲是复合联词 翻译成因为什么什么 对一般放在主句后面 而but that和accept that 都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可以翻译成 除了什么什么情况之外 第二个翻译成 要不是要没有什么什么的话 这个知识咱们在第二课的重点句 中曾经说过 但是有很多专家认为 这三个情况不是特例 为什么呢 他们不把它看作是 that从句前加戒词 而被这三个情况 都看作复合联词 如果当作复合联词的话 那么就没有特例了 那为什么本文中文会说 那point out那个l不是一个戒词吗 为什么后面可以加 that引导的重句呢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我们理解错了 这个l在这里根本就不是戒词 它是个负词 有的说那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确实是负词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戒词的话 戒词后面是必须加冰语的 如果说负词的话呢 这个冰语在负词前 负词后就比较难说了 为什么呢 冰语长 一般放到负词的后面 冰语太短 可以放到中介 放到动词和负词的中间 也先point out something 指出某式提醒某种注意 本文中呢 是个避语从句太长了 放到out的后面 如果避语只是一个代词 it 那必须 我必须指出这个事 是不是可以说 I have to point it out I have to point it out 中间这个it 放到了point out的中间了 如果是戒词的话 是不可能这么用的 所以大家发现 本文中out是负词 没有违背这个规律 再比如说 咱们看三册的第16个 在这个玛丽由头小刚扬中 这么一个片段 在把这个偷窃情况 跟几个朋友说了之后 这个Dimitri呢 发现他的邻居阿列科 突然间获得了一只新的绵羊 你看到了吗 find out 后面也是加了冰语从句了 大家发现这个out是借词吗 不可能 这个out是负词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冰语从句长 冰语字冰语很长 是个从句 可以放到负词后 如果冰语短道只有一个代词 比如说it 是不是应该说find it out find it out 而不说find out it 所以在这确实是个负词 因为你像如果是look at something 这个at这个at 它是借词是负词呢 当然是借词 因为冰语短道只有一个it 我们也得说look at it 不能说look it at 是不能这么说的 注意 that从句不用在借词后 但完全可以用在负词后 这是没问题的 咱再比如说再看一个例子 同样是对某式发表评论 你看这组搭配 对某式发表评论 如果用remark或者是comment 后面一般是加借词on remark on something 或comment on something 对某式发表看法 但是如果后面加冰语从句的话 这个on我们看到肯定是借词了 咱们从来也不能把这个冰语放到on前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要唠叨实实去掉这个计词on 我们remark that 或comment that 而不能说on that 因为这个on是计词 这是写作中特别注意的地方 那从句不用在借词后 但可以用在负词后 这个知识非常重要 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句子里其他的内容 Marine studio biologists have pointed out that 咱们看后面这个冰语从句 冰语从句上来先牵涛了一个让步状怨从句 叫做however intelligent may be 无论它们就海豚了 有多么样的聪明 这个无论它有多么的聪明 用的是however引导一个让步状怨从句 首先咱们复习 however引导让步状怨从句的时候 咱们可以把它换成no matter how 也是让步状怨从句 可以替换 no matter how intelligent may be 无论它们有多么的聪明 这个是可以的 或者干脆呢我们用另外一种让步状怨 就是尽管 不也有道理吗 尽管海豚们非常聪明 咱们可 although no or even though 甚至while they may be intelligent 尽管它们可能很聪明 这么说也成立 也可以 甚至呢我们这么说也行 这个结构大家可能看起来稍微陌生一点了 其实大家要学过新概念第三册写作伴侣 咱们记得在三册里面讲过一个特殊的剧情 就是让步状怨从中特殊的强调句 在这里是强调什么呢 强调了其中的形容词intelligent 聪明尽管他们非常聪明 咱们强调这个词呢 把这个被强的词放到了从句的句首 相应的就去掉连词了 因为连词在最前面 它来了之后连词被气饱了 然后被强的词后面再加一个小秘书 加个s 其他词会顺序抄下去 你看把刚才那个 although they may be intelligent 把intelligent放到前面 把although或者however这样的词去掉 然后在后面加个s 其他的词抄到后面 intelligent as they may be 还是反映成尽管他们很聪明 这是让步状怨从中 特殊的强调句 这么表达也正确 这个剧情呢 咱们再做个练习 马上就会 我立刻就会说 比如说看这句话 although she's beautiful I still don't like her 尽管这女孩很漂亮 我还是不喜欢她 那么这个让步状怨从中 得强调哪个字呢 肯定强调漂亮呗 尽管她漂亮 中文中没办法了 中文中只能劲大一点 尽管她很漂亮 尽管她漂亮 英语中不用用喷口 为什么呢 英语中直接可以用强调句 把这个词放在从前去手 去掉连词后面加s 咱们一块说该怎么说 beautiful as she is I still don't like her 对吧 尽管她很漂亮 但是我还是不喜欢她 就好了 这是在让步状怨从剧 在写作中 几个剧情之间的变化 好 再回到这个文章里面来 咱们看看这个 病语从剧里面 最后后面的主句 它说 it is probably a mistake 这很可能是个错误 前面的it呢 是形式主语 什么是错误呢 后面的动词不定式 是真正主语 to create a dolphin with any motive of life saving 认为海豚有任何救人的动机 这可能是个错误的 这个credit词 我们以前曾经见过一个用法 叫credit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大家还记得吗 叫做把a归因于b 把a把前者归因于后者 比如说 i credit my success to good luck 我把我的成功归因于运气好 在本文中后面加s 搭配决定含义了 就不能翻译成 把什么归功于归因于了 大家记住 credit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表示认为某人有某个特征 认为前面这个人 有后面这个特征 这是credit另外一个 比较书面的文气的搭配 所以大家记住 根据借词搭配 就能确定 这个动词本身的含义 这个对于咱们阅读长文句 以及写作来说 都非常重要 你像本文中说的是 认为海豚有救人的动机 它用的是credit dolphins with motive of life saving 认为海豚有后面这个特征 救人这样的动机 咱们给一些句子 咱们注意翻译 如果在something前面 加个比较急 尤其得注意翻译了 咱们看看下面的句子 该怎么理解 比如看这句话 I have created them with more integrity than they should 注意前面的识态是过去完整识 表示我以前 怎么呢 我以前曾经认为他们 有比他们表现出来的 更加正直的品性 有更多的正直 integrate表示正直 一个人的良好品性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属于反话正直说 反话正直说 说我本来以为他们应该比表现得更正直的 言下之意应该翻译成 我没有想到他们是这样的龌龊 对吧 这反话正直说 我本来以为他们应该比表现得更为正直 言下之意 我认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的龌龊 咱们类似再造个句子 看这个句话 I credit you with little more sense 这也用比较急了 我本来以为你应该有更多一些理性的 言下之意呢 咱们会翻译了 我没想到你会这样的糊涂 我本以为你应该更有理性一些的 言下之意你没有这么多理性啊 我没想到你会这样的糊涂 总之记住 credit后面家Jace Wiss表示 认为前者有后面这个特征 百分之是认为海豚有救人这样的动机 最后这个做某事的动机啊 又是一个重要的表达 我们看到做某事的动机 这个motive后面一般是加Jace for 或者是加Jace behind 表示做某事的这个动机 你比如看例子 the motive for the murder 这次谋杀的动机 或者说the motive behind the bombing 这次炸弹袭击背后的动机 这个for会被害 两个Jace能替换 差不太多 是能替换的 那么我们再看看 比如说在274页第47颗大逃亡中 出现这么个句子 也是后面加的这个这个句子 274页的第一句话 Economy is one powerful, multiple campaign Since after an initial outlay upon equipment Or through hiring it The total expense can be far less than the cost of hotels 他说省钱呢 是我们去露营的非常强大的一个动机 为什么呢 因为在初始的购买设备这个开销之后呢 或者甚至这个设备都可以租来 那么整体的开销要比呢 这个住宾馆的开销要少得多 这是什么什么做某事动机 这个注意到了吗 Motive for something或 for doing something 但是有同学说 那老师 为什么咱们18个这个句子里面 他用的是motive of life saving呢 为什么后面加Jace off了呢 老师是不是已经讲错了 我没有讲错 那老师是不是心肝念四次错了呢 他也没有错 那谁错了呢 可能是你理解错了 为什么呢 本文中这个motive我们叫off 他并不是做某事的动机 而是这个动机就是救人 救人就是这个动机 我们这介绍off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引出同位欲来 对吧 大家记得吗 北京市 The city of Beijing 北京就是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就是北京 所以本文中他说 认为海豚有这样的救人 这样的动机 动机就是救人 救人就是这个动机 所以中文中都是一个白烧德 但英语中表达不一样 有的是做事情背后的动机 还有的动机就是这个事 这个事就是他的动机 而不是救人背后 还有什么别的动机 说了半年可能不好理解 没事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The motive for the bombing 或者motive behind the bombing is revenge 这个炸弹袭击背后的动机 是复仇 这个地方当然叫 复仇 behind 这不是做某事的动机吗 对吧 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说 The motive of revenge 复仇 这个动机 这个动机就是复仇 复仇就是动机 本文中认为海豚有救人 这样的动机 而不是救人背后有什么别的动机 这回可能就能弄清楚了 咱们大家慢慢可以体会到 培根说的那句话 读书使人充实 讨论使人机民 但写作使人精确 咱们看到英语中写作 这是差一点的不行 我们看到一个戒词中就藏着这么大的秘密 咱们的写作中怎么能够不提心吊胆 如临深渊 如礼薄冰 仔细把每个地方写对 还是像李老师说的 一开始在练写作时 一定不要追求速度 一定追求质量 因为中文写作是个实在是过于麻活的语言 而英语的写作是非常非常精益求精的语言 所以一定保证质量 好 这句话的重点特别多 零七八岁的这个知识也很多 你像这个studio的翻译 包括point out 它的翻译 以及这个借词后面能否加带重句 这么一个事情 以及一些变化 甚至还有让步壮益从中特殊的一个强调句 另外还有像credit一些搭配的变化 还有做某式动机 不同的借词可能表示含义是不一样的 好 这句话就跟老师学习到这里 聊一下 敬任 投击 偏 人 7 痛 ell 轻 押 持 rule 重